所以它就是顯微鏡 基本上這你就把它當作顯微鏡的概念 它是這一 它是 這整 它是 就是它上面這個換的是 換的話就是換後管 然後就是再搭配這個前管 那前管是在哪邊 前管只要到這邊 到這個裸紋這邊 這個以下 OKOK 對然後後面就是換的管子 後面管子就是可以當作是固定的 就是換前面的鏡頭 對對對可以這麼說 就是它換後面的管子去換倍率這樣子 那前面一定要搭配就是最先端的管子 OK 20 它應該就是整組在賣對不對 這個整組在賣 這個不怪 這個大概15萬塊 OKOK 對 我覺得有時候拍一些很細微的東西還蠻酷的 是啊 對啊 然後我在想說 在什麼時候情況 會 使用到這個 這樣的東西 應該都比較像是 比較多像是比如說野外調查 對啊 或者是像是在研究 比較偏研究類的 對對對 就比較不是什麼商業拍攝類的 對對對 這個比較不是佛商業拍攝 就是佛一些生態研究 所以你說固定2公分 是每一個都固定2公分 對 每一個都是固定2公分 但是鏡頭長度不一樣 鏡頭長度不一樣 所以就還是要 OK 所以就算這邊這樣子而已 對對對 對 對 蠻酷的 那個 YouTube上 原廠他們有請人 有請攝影師去拍 嗯 然後就是拍一些微生物那種 好懂 單細胞生物 水熊蟲啊 什麼的 50 50倍算很大嗎 因為我對行為 行為經不熟 因為行為經好像還有到 500倍啊 1000倍啊 就是看到細胞那邊 就這已經是 欸這個是 你說是50嗎 對這個是50 這個是 對已經是最行為了 對 就放大倍率最大 對 以這樣子來說 那如果說一些那種 真是研究在用 那種電子行為經 那種100倍啊 5000倍那種 那個就 對啊不一樣 覺得不同領域 看到的東西不一樣 看到的東西不一樣 沒錯 但是這種相對那種 研究用的那種 差別就在畫質比較好 一定是走相機型的主要 然後這邊有那個 XY軸可以去做調整 OKOK 對 嗯 就是好玩的玩具 對沒錯 就開始拿一些奇怪的東西 對啊就開始 去看一下 對啊 平常看不到的就 對啊 好感謝分享 不會不會不會 你們還有什麼新東西嗎 新玩意 新東西 謝謝大家 安靜的意